武统宣传局主任安努亚穆莎今天在记者会指出 竞选盟2.0主席玛利亚成已经亲口承认 曾经接受国际大鳄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的捐献 他表示索罗斯曾经推翻多个中东和东欧国家的政权 为防有心人试图通过非民主的管道 推翻民选政府 警方才会援引国家安全罪行法令 拘留并掩扣玛利亚成进一步调查 针对玛利亚成的支持者指控警方在恶劣的环境 苛刻对待玛利亚成 安努亚穆莎也大表不满 他强调警方将公平对待所有的险犯不会亏待或优待任何人 麻烦了 感谢观看